大家好,我是托马斯 今天我们看一下这个RS游戏里面 我们去杀一下这个S-Session Members 正好我现在是接到了这个屠杀的任务 是杀了100多个这个叫S-Session Members 应该是一个敌动 我看了一下Wiki 他这个要求不高 这个应该是80级左右的这个弓箭 我现在这个武器装备 它这个是80级的这个武器 然后身上穿的这些装备是70级的 75级的吧 要求不高 然后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可以搞金币 这个金币掉率还可以 它掉的一些钥匙还挺之前的 100多块到几百块一个 它那个钥匙是专门可以去进 那个BOSS的房间去杀那个BOSS OK,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先点击这个传送石 去这个OOGlog 去这个食人魔这个地方 在这边这个西北角一点点啊 这里有一个绿色的这个NPC在这里啊 它这里可以做这个Crossbow的 做那个叫什么S-Session Crossbow啊 就那个90级的那个武器 OK,我们点这个进去 点这个进去 进地洞啊 这个地洞里面门口经常有人会杀一些 这个小怪啊 这个小怪像狗一样的东西啊 我们把自己的传奇宠物给带着啊 最好是带一些药水啊 开放开祈祷吸血啊 这些小怪杀起来还是蛮掉血快的 我们这里有这个玩家在这儿 我们看他走不走 他不走我们换一个线 我们换一个线再过来打 我们换个波兰线吧 波兰线应该没有人 应该是没人的啊 没人 那么这里我就开始准备把这个光环给他开的 这个吸血光环给他开的 我顺便记一下十啊 准备打一个小时 打一个小时我就想算一下这个 总共能赚多少钱啊 现在我这个背包里面带子这个金币带是64446163这个金币 我们以现在这个游戏时间两点四十为算啊 这个光环也开始到几时 我们直接刹一个小时 出现第一个钥匙了 这个我们把它给剪着 第二把钥匙也出现了啊 这个我们的宠物把我给剪过来了 19分钟啊 大概是19分钟的时候 18到19分钟 我们把这个147个这个屠杀任务给完成了 现在我们还要继续 继续杀这个小怪 我们为的目的是为了拿那个钥匙 就要看一个小时拿多少把钥匙 第三把钥匙出现了 我们把它给拿着 第四把钥匙出现了 拿着 第五把钥匙出现了 我们把它拿着 第六把钥匙出现了 我们把它拿着 第七把钥匙出现了 我们把它拿着 第八把钥匙出现了 现在我们这个光环效果是没有了 这个光环效果59分钟 全部用完了 我们现在回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收益是什么情况 首先我们还是点开这个金币这个图标 把这个所有物品拖进去 我们把这个之前投入的这个东西给它去掉 这个提到钥匙也给它去掉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收入 这个收益是两 2.4M不多 钥匙是八把钥匙 2468 对 六八把钥匙 它这个钥匙是可以卖钱的 一把钥匙有200多块 230多块 300多块和210多块 它这个要求不高 杀这个怪的最主要就是 这个屠杀等级要达到81级 就可以杀这个小怪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实际收益 实际收益比我现在这个2.4M要多得多 因为我这里用了这个弹簧分解装置 它是可以自动把那种绿色的像这种Selfage 给它分解 如果不分解的话 还是可以卖金的 我的这里背包还带了这个草药包 草药包里面有装一些脏的草药 把那些脏的草药擦干净 也是可以卖金的 当然我也用了这个自动分宠物牌子的这个小装置 如果没有那种小装置的话 还可以获得黄色和绿色的那种小牌子 也是更多的 好的 今天的视频大致就到这里 关系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小伙伴给给个三连关注 拜拜